种种的陕西郑糕怎么做才能软糯香甜更加的好吃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个陕西郑糕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观想兄陈老师 做咱们这个郑糕啊 首先咱们要看这个米 用的这个米的话就是这种姜米 这种姜米的话咱们也可以用这种圆一点的姜米 也可以用那种长里香的姜米 两种都可以用 这个姜米的话咱们提前先用凉水 给它倒上水 先给它浸泡上四个小时左右 姜米给它充分的泡胀 咱们蒸这个郑糕 还要用到这个豆子 这个豆子咱们选择这种红腰豆 这种豆子的话 它蒸出来以后口感特别的好 因为它比较饱满 豆子咱们要提前加入凉水 给它先给它浸泡一下 大概就浸泡四到六个小时了 一定要给它把这个泡的稍微膨胀一些就可以了 接着咱们还要准备两种枣 一种是这种红枣 新鲜的这种红枣 再一种就是这种蜜枣 红枣的话咱们也是 加入这个清水 先给它浸泡了两个小时 这种枣的话 咱们也可以选择那种稍微大一点的 大一点的枣 如果说我们家里面自己吃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枣盒给它去掉 如果是商业版的话 咱这个枣盒的话 你就不用去了 直接蒸就可以了 咱们将泡好的枣 给它放容器 好了放上去以后咱们加盖 然后中大火蒸上个四十分钟 咱们为什么要提前把这个大枣 在锅里面先蒸一下 因为提前蒸好的这个枣 咱们再次再蒸的时候 更容易蒸烂 更容易蒸出枣的香味 好咱们这个大枣已经蒸好了 咱们蒸好这个大枣 看一下捏起来的话 特别的柔软 软软的 咱这个枣就蒸好了 泡好的红药豆 咱们给它凉水下锅 因为咱这个腰豆的话 它这个个比较大 所以说咱们要体验给它煮一下 咱们豆子下进去以后 我们还要再放一点碱 放点碱的话 就是让这个豆子煮的时候的话 熟的更快 然后能保持它这个颜色更加的鲜亮 咱们这个肚子大概煮了四十分钟以后 大家看一下 就煮到这个程度 拿起来一个肚子 然后用手捏一下 能给它捏碎就可以了 米泡好了以后 咱们给它多清洗上几遍 然后控干水分 倒进笼梯中 好了给它铺平 好了给它铺平以后 咱们给它弄上几个小洞 这就是让它上气 弄中熟 然后咱们加盖 大火蒸上个四十分钟 咱们这个姜米蒸好了 咱们给它倒出来 翻到盆里面 咱们蒸好的姜米一千克 咱们加入二百克的白糖 如果喜欢吃甜味重的 咱们可以稍微多加一点 然后咱们还要加入三百克的开水 因为这个米的话 它还没有完全熟透 所以说我们要加点这个开水 给它拌一下 咱们蒸好的米 加了这个开水这个量 它不是绝对的 要根据我们这个 蒸出来这个米这个软硬程度 来适当的调节这个水量 如果说我们蒸出来这个米 特别的硬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水 适当的要多加一点 反之 如果说是蒸出来这个米 特别的柔软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水 稍微少加一点 所有的原料全部处理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蒸制 笼机下面 咱们先铺上一桶豆子 把这个豆子先给它铺到下面 好 给它均匀的撒开 豆子铺好以后 我们把米给它放上 然后咱们给它铺平 这个时候铺的时候有点粘手 所以我们手上蘸一点凉水 给它拍一拍 尽量给它铺的平整一点 接着咱们再放上豆子 再给它撒一桶豆子 再撒上一些蜜枣 中间这一层的话 咱们就放上一点蜜枣 中间这一层的话 咱们就不放大枣 因为大枣的话 它比这个蜜枣硬一些 所以说大枣的话 咱们要放到最上面 接着咱们再放上一层米 铺平以后 我们用水给它压一压 把这个给它压实 压实以后 我们给它继续放豆子 再放上我们这个蜜枣 最后再放上我们这个大枣 好了 最后我们再给它压一下 将这个大枣给它压实 咱们如果在家里面做的话 咱们可以把这个铺的 稍微薄一点 铺个两层就可以了 这时候咱们蒸的时间 就会短一些 水开以后 咱们上蒸锅 然后的话用筷子 在这个上面 给它弄上一些小孔 加上一些小孔 这就是为了让它这个上下通气 如果你要不扎这个小孔的话 咱们这个米的话 蒸出来容易加松 然后咱们给它盖起来 种大火 种上两个小时 咱们在蒸净膏的时候 不是说一次就可以蒸好的 咱们先要给它蒸上两个小时 然后把火关掉 再焖上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再开火 继续再蒸上两个小时 所以说耗时比较长 这样蒸出来这个净膏的话 吃起来特别的软了 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的话 记得中途一定要多加上几次水 防止这个锅给它蒸干了 好了 咱们这个净膏时间已经蒸到了 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个就蒸好了 先用在这个铲子 把这上面这个枣 给它抹平 主要是把这个枣 给它抹开 咱们这个净膏 吃的时候 从边上 先给它划开 然后一块一块的 给它铲出来 好 咱们再来上一块 好了 把它放到盘子里边 最后上面再来一点 这个枣泥 把它抹上 这样咱们一款软乐香甜 枣香铺鼻的陕西净膏 就做好了 这样一盘净膏 在我们陕西的话 一般也就卖五块钱 其实的话 它这个成本 也就不超过两块钱 所以说利润还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美食 赶快动起手来试做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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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